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一个什么 一个真魔存在了 一个真魔存在了 就是他才是你的真主人 我们这个人生是个臭皮囊 他的灵性 自信佛已经出来了 他会带着你去怎么样 清理自己的身体 消自己的业障 然后沟通天地各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是什么 是灵 灵这个层次 那么无意识界 就是什么 道性 这一定超意识 非意识所能体验的 说佛性 佛性是什么 张老师拿我看看 西方科学家更搞怪 说你做个科学实验 证明一下佛性是什么 也就是说老子的道 说中国人说道 从福西八千年前 道皇帝皇老 哲学都是以道为本体 说道 那么说你把道做个实验 证明一下有道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你一定是超越你的意识 所能够体悟的东西了 不能够用意识去说这个东西 懂吗 所以不能演出给你 那么无意识界上面还有什么 光无意识它还不行 最好还有无意识界界 所以是心灵怎么样 乃至无劳死 对不对 最后是无意识界界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传动文化的体系里面 这个叫高度轴啊 高度 所以我们经常说要为 无为 有以为 无以为 无不为 为而如是 到底是怎么一个层次 我们经常是毛滚的 一会儿说要有为 一会儿要无为 一会儿要被无以为 那么我什么时间才去 暂时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体系表出来以后 我们才发现 你在纵向体系的时候怎么样 当你真正要立志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鱼的这个层次叫正向鱼 比方说我要养家 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养家 那你一定要赚钱 那你赚钱养家的话 你一定要有眼耳鼻舌都要发生作用的 像张老师就是舌在发生作用 懂不懂 有的人就拿眼睛看着 你不要说你是监工员 你就拿眼睛看着 是不是 你这些欲都是什么 正向鱼 正向鱼一定要成所作志 对不对 发展到前面就是一定是成所作志 他就能够要做什么事 一定能成功 那别人做的零物店 一看有毛病 别人看不出来 你拿眼一看怎么样 就看出毛病在哪了 马上让它纠正 这个要成所作志 对不对 你看了半年看不出毛病 别人来再看这种毛病 你的眼睛怎么样 不能成所作志 你没自分 眼刺未开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要是吧 要再为这个层次 你可能这个是无所谓 无所谓啊 坏了就坏了 反正糟了人用 对不对 结果上了飞机上机就掉下来了 是因为你那个零物件出了问题 所以不可能 不配啊 对不对 什么我们才知道 我们要认真修行佛话 佛讲了四十九年的经 我们怎么可以只拿一本经 或者只念两天佛 你就轻望着成佛呢 佛在世的时候 四十九年还有很多局势 最后没有修成 还有很多出家人没有修行 成功 你为什么只是说 偶尔的念念就能成功呢 所以我们老实的 要下来怎么样 行深波仁波罗蜜陀 什么叫深啊 深度思考 一定把佛学中的密意 全都给解释出来 那就叫深 不要浅 我们今天是浅漏的智慧 念佛念阿弥陀 阿弥陀 怎么还没往上 真的说明天阿弥陀放在街里 你们走不走 没一个要走 是吧 你们在座的谁想死啊 说死了再去往生 你能不能活着往生 能不能活着往生 活着往生说 张老师又不让我死 我又人间 我又能了自己的缘 我又能往生 我要啊 大家都要 刚才我说了 你为什么可以回归自己的大海 努力去做 回归那个自信的佛 那个无量光明 本身就是你 但是我们在这个同时 要行深过日活 要有深度的智慧 才能够解脱自己的烦恼 才能到平安 所以我们才知道 所有的这些东西 不可以把它抢到 它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的 那么大家知道 我手里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它要做模具 它要有很多电子的东西在里面 那电子的东西很小 做的时候都要很认真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工程 生产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都要这么认真才能成功 它才好用 那么我们今天 大家在做了生死的工程 这个生命在造 生命改造的工程 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庞大的体系 有性的体系 有性的体系 有命的体系 还有心的体系 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佛法的过程中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肤浅化 一定要重视它 那么我们才能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原来离我们真的不远 气得了吗 是不是去不了 为什么气不了 你们因为现在还没搞通这个字啊 张老师睡了半天 还没搞通这个字是谁 我谁去啊 张老师你讲了半天 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没告诉过 谁去西方极乐世界 是你的佛性吗 不用 佛性本来没有优思 本来就在那 它本来在佛的境界里面 那是谁去 所以告诉大家 一定是你的第八阿拉与的石 第八阿拉与的石 它是你的种族石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叫心 刚才体系上 我们看到的这是心的意思 心 让它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心什么 灵起来 这叫灵什么 你猜叫灵魂的工程师 你们都是灵魂的工程师 在精心灵一定改造 这个毛泽东有一句话说 这个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们在座的各位 开始走修行的条路的时候 你就是你的什么 工程师啊 你就是你的工程师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回到心的这个层次 要上升到灵的层次 今天呢 何老师来的早 我们在东方一下 我看到那个光了 年轻的时候 我打坐的时候 哎呀好漂亮 那没有 没见过的人 真的不知道是 我没办法形容 因为语言断裂了 没有办法描述 但是他已经不来 他都不回来 他老是希望 也都不回来 是啊 为什么 就是说真传一句话传完念书 所以佛经讲经四十九年 他有一个核心的经历 这个经历从开始 他开始讲经的时候 就让大家去做的 一直到四十九年之后 他讲的最后一会 年半经的时候 还让大家那样去做的 论的东西就是 你成就的过程中 不能离开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看到心的这个层次要上到零 这个火是代表什么 我们知道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 火在我们的五心 对应着我们的心肝脾身 可以对的哪里啊 死对你的心 我们要用心是吧 来练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大家就是要找字嘛 我们现在不是谁往生嘛 我们说零 一般那些事要零起来 要超越 要真我 真我到这个阿摩罗斯的层次 我们就才可以去往生 那么这个真我的话 怎么把它找到 这个心之上 它才是我们的真 那么心之上在哪里 所以说我们今天 一定要把这个找到 一定要把这个找到 张老师我知道 这就是扫地的扫 就是要打扫打扫 把自己的业力扫除一下 你说的也对 但是用什么去扫 你总不能拿一个条 进去自己的身体里面扫了 后来拿个鸡包 都扫一扫 咱们到教 师父们拿什么 拿扫扫 到处就是怎么样 朝自己来两下 朝外面扫一下 扫扫 他是扫 但是实际上 不是这个 那么这是后来的现在汉语 那么实际这个的秘密在哪里 我们看一个图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画面图 就是现在的一个科学的画面图 这是我们大脑的 那么这个左眼跟右眼 当我们的左眼睛向后 向你看的时候 就是在外面成像 见到一个东西 他要看到 看到以后 他实际上是视神经去教他的 所以是左眼看到东西以后 他会到这个地方来 右眼在这个点上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两个眼睛聚焦才能看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右眼看到的时候 他是往后走的 那么视神经在这个地方交叉 这个时候你教他以后 我们古代人叫他这个地方 是什么 自己的天眼 天眼 那么在这个地方 现在医学发现了一个叫松果体的 一个现体 松果体 那么不修炼的人松果体是什么 干的 干憋 就是官的 那么修行的人 可以不停地用光怎么样 把这个松果体激活 激活以后 他就有天眼的路 那么 所以是古人才发现 你看这个灵上面的 是不是这个 我这样的话 你们就比较容易看得到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这样看 是不是这个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过来 这解密了我们的这个灵上面的 怎么去用心来调炼自己的人 所以火是代表心 上面这个是我们才出现的人的 所以是待会儿我们带大家 带大家干嘛 眼关鼻 鼻关心 关眉心 然后再把心放在肚子里 要把它放进来 现在就进行谈恋 然后最后顺着周迈人家 放到自己的肚子里 这个生活里的理由 在什么 我们一定要在体内找到自己这个什么 先天之本 就是生的时候 是他先来 你才生 死的时候 他走了 你就死了 就生前死后做主 生 真正我们知道生死是我们的这一团 第八那一世的灵魂 带着灵魂 那么死的时候 他也往上走 在我们这个道学里面 他叫灵魂 对吧 灵魂 那个魂叫什么 三文七魄里面也有一个魂 他就叫胎光 入胎之光 他就胎光 三文七魄 我们叫灵魂 所以古人挣出来我们的肝里面有三个魂 就是精细神 神的体系叫三魂 三文体系有一个叫什么 叫胎光 有一个叫爽灵 有一个叫幽金 那么我们在人 我们的人是怎么生的 就是说当你的这个 胎光物体以后 你的爽灵会从另一个空间进来 那么幽金是谁 幽金就是说你父亲跟母亲 父亲母卵结合的时候 那个时候父母给你生成了一个魂 那这个魂呢 幽金那一魂 人死以后去哪里 他炼你的身体 他在施肠 今天烧了骨灰 他也在骨灰 所以说我们马上就清清节了 那么要去祭奠祖先 那么这个 他因为贪婪 孔子说笑容有两节才是真笑容 你把两节都搞弄了才是真笑 活着的时候你要依死供养他 然后他去世了以后 要祭奠一时 要安时的去祭奠他 为什么安时的祭奠他 因为他那个尸体上 你还有一种比赛 那么这一魂 什么时间才从人间走而走 所以我们往生西方 是去代表 去修行的 为什么最后说 你修行了半天 最后还要 皇归本国 有没有那句话 皇归本国称国 为什么要皇归本国称国 当你在这么绿转 修到灵观 基地圆满的时候 你在本国 然后你是地球上去的 那别的国土也有 因为他上面有什么佛 也在教阿弥陀佛 下面有什么佛 也在教阿弥陀佛 我们今次眼里 东西 南北 上下 十方都有佛 在称赞阿弥陀佛的功能 但是你本国在地球上 你从释迦牟尼佛这个传承 这个佛调传承 上去几个世界 最后你成佛在哪里成佛 还要回 还要回 所以你们中间 未必没有那种 回来成佛的人 你既然是从西班里的世界 回来成佛的 就不用说 老想着再回去了 因为你的任务 就是要收拾你的灵光 你也是要温经说法 最后成佑今生 你就是利己成佛的种子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 有自信 懂不懂 千万别说 我只有一样子 我就往生西方了 你老天 你就从西方来的 你怎么又回去了 对不对 你这个人生来到人世界 还是要成佛的 对不对 你从上面还是要下来的 那下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迷的 因为你一路肉体的时候 要有隔阴之迷才好生性 不跟你说 走到到处 有些人标榜 我就是尼勒佛 将士 对吧 那些弟子就在后面吹嘛 这是谁谁谁是尼勒佛将士 谁谁谁是观世音菩萨将士 谁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这些师父们你看历史上 同时这些弥陀化身 还有这个尼勒化身 一旦被别人认出来以后怎么样 他马上就消失了 为什么 他不让重心 民信他 他来是做老师的 是不是 我们知道 他不带和尼勒佛将士 是尼勒佛将士的化身 最后走的时候才是什么 尼勒真尼勒 对吧 他才告诉世人 我就是尼勒 就是让你们把自己身上背着 就在什么 牵挂着大口袋放下来 对不对 但是他念完结以后 再也没有 不带和尼 消失了 对不对 弥陀也是韩山石德的故事 对吧 你们都知道 也是当他们 一个是阿弥陀佛 是吧 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都现身了以后 别人知道 都是走了 所以没有一个说 上来标榜我是谁 让你们皈依我的 这种人很可怕 大家千万能记住 这是摩说这对佛说 释迦牟尼佛当时成佛了以后 他也没告诉他成佛了 他开始教学 后来大家知道 他一讲听就放光 一讲听就说无量光明 最后跟你他成佛了 所以我们都去回忆他 对不对 再请他去讲听 所以我们开始不要被这些假光的东西所名 那么我们知道三红七破 刚才我们知道 尤金那个破 那个魂 它永远在我们人世间的 因为它是一个地球上长旧的 一个无陨身 无阴身 所以它带走的 那么只有什么 你修成的人才能把他光化了以后 自己带走 我们为什么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什么叫无后为大 那么因为你无后的话 你这一生没成就 你后面没有后人帮你来什么 九祖超生了 今天晚上他们第一届学员 我们就要带着他们九祖超生 对吧 那么试着能不能把祖宗的这个 这个魂魂魄都抄走 主要是魂魄都散掉了 七破最后是人死了以后 七七四十九边怎么样 全部散了物质了 环规经过的时候没有了 除非那个尸体不烂的 用了各种法术 你像埃及的木乃伊 那他尸体还在 他的破 往往就居在上面 但是他们也很痛苦 还不愿意 所以说基本上七破经过 我们为什么 华人的习俗是死人过世以后 过七个七 四十九天他的破酒就散掉了 所以是亡灵刚去世以后 一定要供饭菜 他生的时候喜欢吃什么 要供他 给谁吃啊 给他的破吃 不然他就饿得嗷嗷叫 我这个上次跟一个老先生沟通 那么他后来也是来九法沟通 他说我说你信有文化 他说我信 他说我说你怎么信 他两件事情呢 他特性是中国南州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这一件事情 他父亲去世 他父亲去世 去世之前教带他 他是南州 老家是山州 所以我去世以后 一定要把我的灵 灵烧了以后 尸体烧了以后送回这个老家山洞 所以是后来他兄弟两个就把父亲烧了 烧了以后就背着这个 龟龟回山洞 他当时他又不知道父亲要葬了哪 老家他也多了年没去也不知道 哪个地方是他的祖坟或者什么地 他就背着这个回去了 回去一路什么事都没有 走到一个地方怎么背这个 就背不动了 然后他弟弟就说你背了我来也背不动了 他走不动 就走不动 然后这走不动 一看四处 哎呦这个风水还挺好的 最后一打听是他们老家的那个坟墓 然后他穿过这个山路过去 才是他村的 他不知道这是他命的 哦 父亲要在这儿 所以他就在那儿写了一个坟墓 父亲葬 他是打过岛说 哦 你是不是要在这儿 父亲是 哎呦 站走就走不动了 那老家就把他葬了 他信了 然后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那个 隔壁有个老旗友 就天天在一起下旗的 但是下旗的后来 好久也不见这个老旗友了 中国老年人没事就在外面玩 然后没见到这个老旗友了 他就觉得奇怪 这一天突然就看到 晚上睡觉 那个老旗友一进来 说 哎呀 饿死我了 然后我去 给我找点东西吃 哎呀 行啊 那个饼干 那个茶几下面有饼干 中国那个 不像我们就是炒的 有饼干放在茶几下面 你拿着吃吧 他说好谢了 就吃了 吃了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口吃了 最后这几年的时候 最后说我要走了 吃了你几天的饼干 我也种点意思意思 说给你点钱吧 说这个老朋友的吃了饼干还有钱 然后说这个东西里面 还是我有钱 他们给我钱了 我给你点钱 他没说他死了 然后结果是第二天早上一开门怎么样 有个死人的钱就在门边上放的 然后他就对啊 就去问那些老朋友说 哎呀 你怎么不知道他都去世好几天了 他就赶紧逃去 一看他家里真的去世了 人都埋了 火化了 他就跟他人说 你们是不是没供这个茶饮给你爸爸的 他说谁信那玩儿啊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那玩儿早都老咕咚 他说你不供你不供你爸爸到那我那儿讨 他说那你们的钱 他女儿一看真的是他烧的钱 他就烧的那种钱给他 所以说他就信了 所以我们经常凑击世人不信这些事 但是我们这些经常在公主界 帮人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现在太多了 那是客观的东西不能不信 所以古人是不是编一些框来广望 他没有 他就是说把这个观察到的 这些宇宙中的客观存在的实相 真相 通过第一代的师父们传递传递 告诉我们 那些师父也没跟我们要版权 也没有说是古人弄这个东西弄版权去赚稿费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弄呢 老是拉交的 他就正过来以后传递到 当我们再修行到什么程度 最后你还是要把三魂的幽金收回来 所以为什么呢 修行人到了一个时候 师父要带着你去游方 去游方干嘛 你这次我是投生在山东 上一世未必在山东 你可能在甘肃了 你的师父在甘肃了 那我的师父财产呢 最后带着我去欧洲 我好几次在欧洲 把师父累了两个月都累瘦 所以你才知道师父带你游方 他在干什么 他就是要把你这些东西 一时往师的 这些灵光的两个给你收回来 就在你欧金上 所以我们这次呢 西藏藏人修行八三个愿 第一立地成佛 一定要有这个立地成佛的心 因为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 释迦牟尼佛活着的时候 那些大菩萨就练出来了 文殊菩萨 仙菩萨 你看经养多少大菩萨 释迦牟尼佛活着 他在那辅佐释迦牟尼佛讲经来 他没死哦 对不对 唯莫及达局士 那么都是在帮着佛讲经 没有死 不是死了以后做菩萨 大家敲我比较糊涂 我死了以后就做菩萨 死了以后做阿罗 错了 那个时候西藏里佛活着很多大阿罗汉 很多大菩萨 所以我们要发愿活着成佛 活着什么 成佛他 活着成阿罗汉 这个叫立地成佛 你到阿罗汉你上路不退了 这就叫立地成佛了 所以我们带着大家 待会儿要练这个白曹光 这个佛经上讲 佛所有的佛 这儿都有一个白曹光 然后把他这个白曹光找到了以后 要安放在哪里 顶门这个顶 是不是 安置于顶 叫毗周遮拉顶上行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佛的技术方法 就像我们盖头 你要懂仆子 你要懂这个结构 要懂这个建筑技术 你才能把它盖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立地成佛 你一定要有这些技术方法 而不是我信的就行吗 信的就是挂个号 你说我信你能盖这大楼来 我能盖这大楼来 从来没有盖一个大楼 你有没有大楼 没有大楼 他因为业力的辅佐 刚才说 这上面带着很多的业力沉重 他原本来自于一个空间 那么后来他上去了以后 说今天在一个北极 我们为什么对北枝心 特别真心呢 古代说你不可以怎么样 对着北枝心妙妙 以前没有厕所 这野外的妙妙 一定要背对着北枝心 因为那是我们的太空去 今天高工师们正道 他就在我们的黄道 跟赤道有个交叉点在那个地方 他等着什么 下一身的再转世 再来 就是带着你的历史往昔的东西 再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太空 那么爽灵呢 爽灵爽 你看这个灵的用得好 就是错的灵 为什么 你做错事了 他要去替你受罪去 这个时候以因果报应 他在六道里 那么我们要修罪恨西方路苗 一定把它带走 把爽灵带走 爽灵跟开光两个去 这个幽精你带走 因为它很沉重 所以我们只有那个破的苗 破会散掉 这是七婆 七婆在我们的肺 常人的肺中 所以我们知道七婆最后会散掉 你去世以后它会散掉 那么这两个我们要带着走 所以我们要带着走 就要有技术方法 就要有技术方法 第一 你要练自己的灵 不管它是爽灵也好 还是开光也好 你要自己的光跟自己的灵 都要练出来 怎么练自己的灵 所以我们就是说 古人的这个口诀 你们可能都听错过 眼观鼻 鼻观心 心关度 大家注意眼观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经常看佛佛萨密的眼睛 你看每一个佛佛萨有没有这样 瞪着大眼睛看世界的 没有 所有的佛像都是这样的灵着眼睛 说是不忍看世界 太苦了 不色 他现在眼观鼻 眼观鼻 观鼻干什么 所以搞像他就是眼观鼻 鼻观心 这样看了 看心怎么 然后再看肚子 我的肚子比较大 他能看到肚子 这心关度我想看 看不到 假装看到也行 按眼观鼻 鼻观心心关度 你的意识在哪里 你的意识在哪里 在外里 这个时候你的 这个眼耳鼻舌身 一六根 有没有漏啊 漏了 你的光 可能还通过眼睛 那样放出来 对不对 你还不停地放呢 你不停地关在外里 你不停地放 所以我们的老先生说 你不回来 你老放在外里 他是不回来 你要让他回家工作 所以你没得灵思 灵思告诉你 怎么说 师父带地的 眼观鼻 观鼻尖白 后面有个半斤诀 然后 观鼻尖白以后 这个地方叫山根 你看这个鼻子 这个地方叫山根 所以观鼻尖白 这个不管是光 一团光还是一团气 它会顺着我们这个山根上升 上升以后自然到了哪里 到了我们的天墓 天墓 天墓是一个螺旋的 它是一个旋转体 它不是一个洞 它是一个旋转的 你们上个盘香 上盘香是螺旋的 所以它这个观企 气伤到这儿的时候 它怎么样 它就转转转转 怎么样 有一个方法出去了 有一个方法进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给大家 今天也要带着大家修炼一下这个万字法轮 大家看这个法轮 这是佛和万字法轮 万字法轮实际上 你看它的主体是一个什么 十字 十字交叉 十字交叉中间是一个交叉点 所以实际上 基督教是一个十字架 那么道教是什么 一个旋转图 两个点 最后也是要回到中 对吧 回到中 那么这个法轮 大家看它是左十字旋转 还是右十字旋转 你这样看它是右十字 为什么右十字呢 因为你是什么 你是面对着它看 你这样的 因为佛教我们 让我们学谁啊 学佛 说佛前面这个万字法轮 这样转它在什么 历史这方天 为什么历史这方天 我们的天部屑这边也是历史这方向旋转 你的光才会进来 假如你顺势这方向 那个光怎么样 就出去了 我们跟刚到 到了中继阶段 就要给大家带着 欧玛尼发明后 另外一种修法 就把你的神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把你的自信国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就是要顺着出去 出去了 那么现在修不行啊 你身上还没有亮起来 你还练金刚不坏 你送出去的 刚练点光 走不远 才散光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练金刚不坏体啊 你到金刚不坏身的时候 它走到外面 它不散啊 你要去练干了一团气的时候 为什么说 有人说 张老师你叫气功 我说 我叫修炼 不要叫气功 气功只是练了一团气 最后散不散 那一团气 风一来就吹散了 对不对 你要练光 练光以后还不行 还要练因 练因最后关音 我们被佛教经典叫 我们是光明天来的 对不对 你光练音修炼以后 最后成就一个金刚不坏的 一个白薅光一点 大的时候才可以继续弓 小的时候 小而无定 拿在戒子之中还有余力 戒子是很小的 真刚有尼的很小的 拿到那里面 它也可以装得下来 所以我们这一堂光到底是大很小 前面叫白薅光 薅是什么?薅毛懂的吗? 很细很小一个亮点 所以真实地看到它 这个何老师讲的是 它就是一个小针尖 你拿小的一个小光 不要想着它很大的光 它方大可以大 但是前面就是白薅光 所以佛头叫白薅完转什么 五须离岸 干梦澄清四大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知道你炼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 但是这个法轮既然是一个佛宝 它就真实的存在 它是佛头手中的一个宝 那么我们经常第一学期的学员中间 我们当时领着大家拿太子球的时候 有的学员拿到的就是一个光子法轮 在那个光球里面是万座法轮 又是一个太子球 它也看到了最后花成棉花 对吧 这个东西都是真实不虚的 只是说你的源在哪里 你的源在哪里 还有我们在德国很多基督徒跟着我们修为 基督徒啊 天主教徒 它拿到的就是十字架 它的法源就在那个十字架上 所以很多人我们要万法归宗归而为一 千万不要拉下什么样 我的高领 我就说你是窩团还是水 对不对 你不要去争这个最后万法归宗归而为一 都要归到能量的获得跟能量的释放 所以我们修炼的时候 今天一定待会我们开场的时候 我们要请佛陀赐给你 忘记法德 将来你说不定你就踏着它去西方 他站起来丝就给你送走了 西方十万亿佛陀那么远 我们怎么去 是你非得把自己练成光才可以练去 光的速度我们从地球上到月球这样远的距离 1.5秒钟到达月球 这是现代科学家的测试 但是实际上我们练到阴的层次 产生阴波的时候 那个比光还快 但是是波快不是阴的那个纸块 我们叫波力两层性 阴是有阴粒 阴粒子 阴粒子慢 它比光粒子慢 但是阴波比光波是同的 它波快 光还没到光波已经到了 所以它传递在前面 所以那个波就是大因牺牲 老子的经典里面叫大因牺牲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头密脱 那么我们修广恨西方极乐事件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火心 来练自己的什么 这一堂灵光 这就是灵的病 所以这里面为什么不用心加一个这个 而是告诉你要用心什么 升起自己的三位真 所以有的师兄弟练的过程中 最后我说 我这个球怎么冒火 然后我喉咙这个不舒服 他怎么跑过去喉咙去 哇 真的烧啊 烧一会儿 哇 暖暖的舒服啊 这喉咙就舒服了 那就叫三位真 你弄出来 这都是我之前不讲的 不是说上去这样你这样讲 最后只是让你关火火 关到最后怎么变化什么 所以大家一定待会儿怎么样 我们把心放在渡河里的时候 当到恰燃田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点击一个火 这个时候火之上才有这个什么 生存 把自己的光源不停的精密度加强 练成什么 金刚钻 金刚火化之身 对吧 金刚精是教定你练金刚心的 今天你们要感谢苏居士 他提醒要讲阿弥陀经 他说张老师我不要给你 我要听阿弥陀经 能不能听 所以才有今天一个法会的音缘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那么将来有机缘 我们再讲击刚经 教训你练金刚火化之身 怎么去练 那么下个礼拜如果机缘成熟 大家乐听 我们讲讲心经 教给大家怎么去观音 观世音 观音 怎么用音来修行 所以让我们这些东西大家都不要听经的 一定要行身 记住这个身字 这是我们修行佛法的通缉 就是肤浅 认为我是佛教徒就行了 一定将来有一天到佛们报到 是这个缘不要断佛 鼓励大家去信 但是一定要信 你愿得行 我们给愿一定要行的来 把佛陀交给我们的技术方法学到手 那么待会儿呢 我们带着大家实证的时候呢 有几个学位大家要掌握一下 今天呢因为我们是讲西方 网上西方密钥 密钥的话就是让大家去体悟一下 体悟一下那么就是说 有些技术方法要带着大家实证一下 那么所以是有些社会的你们先要了解一下 一个是刚才我提到天空 天空在哪里呢 就是门心中间 这个额头往别的边划一条线 两枚划一条线在这里面 如果是你们经常有练功经验的 磨磨那里有傲的地方就是 里面有个洞洞 那就是 那个就是你的天空 这个天空基本上一半在外面 一半在里面 这刚好玄的有意思 那么天空进去一寸是明堂 明堂 明堂是什么 天空有光的时候里面亮 为什么我们打坐的时候打坐得好 闭着眼睛给睁着眼睛亮 就是因为你的光的密度增强了以后 你的明堂里面见光了 你里面见光了 不是在闭着眼睛里面 外面的 灯着眼睛里面 那么在望里面就是洞房 洞房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脑子会放电 为什么会放电 就是在左脑为阳脑 右脑为阴脑 阴跟阳放在一块会干什么 会来电 就是今天的阴面子跟阳面子在一起会生成电子 所以说会来电 会来光 所以那个地方古人叫洞房 洞房是夫妻姓房的地方 叫洞房 那也是一阴一阴 来电 所以我们男女 谈恋爱子 都要来电 不来电 不要结婚 为什么 将来不长结婚 所以来电的才是阴阳配 懂不懂 那么我们这个 为什么大脑这儿有一个洞房呢 实际刚才讲的 就是你的脑电 来电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但是 当你这一堂明亮的光进去以后 再深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 用外光激活了自己的什么 左脑跟右脑的阴阳二电 然后在这什么 向你的这个光上面放电 使它怎么更明亮 至极更天主 然后增强了这一堂光 当这一堂光再增强以后 这个时候是霓王公 这也是我们天之家 什么叫天之家 就是说我们最后的时候 当然讲破法法 你们别挤着练破法法 上堂课有一个学藏密的 我带着他练这个下面的 跟心中的灯的时候 他说老师兵要上学了 他说老师不安心在体内 老师要考 至于大家要自修佛学的人 一定要掌握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上面这个 灵王公这个体系 叫性的体系 你们经常听到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是我们三教都讲的 儒家也讲性命双修 性命双修 性在哪里 性这个体系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看中国的道士有正义派道士跟臣派道士 他的服装不一样 中国的南派的正义叫火居道人 在家里结婚的 不出家的 也做法式就穿道袍 偷下道袍就是俗人 那个叫火居道 他的这个服装帽子是什么 瓦笼帽 你看他这个帽间上一个一个瓦 古代的一个防瓦扣到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这扣一个瓦笼帽呢 实际上这就是宫殿 这就是宫殿 为什么叫尼王宫王 它是个宫殿 你最后性的体系的家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里面什么 三十三天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变化 当上到脑部的时候变化很多 容易生争假患 所以释迦弥佛在《论念经》里讲的什么 五十阴摩 所以到五十阴摩你修到尼王宫的时候 还激活了大脑的全新信息的时候 里面大量的信息 嗡嗡嗡嗡给你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要 就是说 有个生命说你成佛了 你就认为成佛了 那个时候如以卓 但是你们前进也不怕 不要说张老师太可怕了 不要练 你不练早晚你回来还要再练 所以不要去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叫宫殿 懂不懂 叫宫殿 所以叫尼王宫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尼王宫以后 大家注意练的时候 这个后面有一个小镜子 这个小圆镜呢 就像我们女孩子化妆用的 在拿着手里的小圆镜 然后安在自己的这个 斜的安在这个位置上 安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这有视觉功能 反射区 实际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当我们的光进来以后 到了反天镜怎么样 要把它折射出去 折射就是说前面就是进来 反出去 反出去在这儿再虚弦一轮圆月 你想想这个光放大 变成一个明月 明月几十有 拔酒问青天 实际上那是禅师啊 什么叫拔酒问青天 就是你观明月几十有的时候 你要观它的时候叫什么 醉一把 什么叫醉 先天气后天气得知者 浑入醉啊 你们不要把那个 就当成一个普通的诗歌 那都是信道的人写的啊 拔酒问青天 所以这个 往西呼吸 呼吸 这个一个圆月就出来了 心静长弦西天月 老刘在笑 你用大脑找找不着啊 说行 在哪儿啊 这个圆月在哪儿 我想着怎么在哪儿 找它找不到 这一样用心去感应 要感应 要感应我们就要醉一把 往西呼吸 把自己的后天意识全部放掉 所以前面我们为什么今天 要用四个小时 带大家听 往西方秘谣 前那两个小时 一定把你的主观意识打掉 待会修法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用脑子 去分辨 去找 让你感觉 你就感觉 最后出来什么 你告诉我 不是我前面告诉你 但是前面带一点意识 告诉你是一团圆月 这团圆月 再高一点 左一点 右一点 你自己找 不见的 未必就是定在这个地方 它是活动的 那个叫你的外旋观俏 外旋观俏 命旋观俏 在主箱里面 所以它是你跟法界人通的通道 它从这儿出去就可以去法界 你可以去西方平行的 然后你要回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做事 就是入世间 什么叫入世间法 出世间法 从不修啊 哪里说我先修入世间法 去己功累得 再等着我老子再修入世间法 而出世间法 你躺在床上 你修出世间法 所以是活在当下 只要明白了修行的重要性 当下就开始实修实证 这个时候 当下就去建功利业 所以我们真修行人 在世间做不做事 一定做事 并且事业比别人 一定要做得大 为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心平衡 如纸水啊 如纸水练世啊 今天崩 人家拿十万块钱给你 看你贪污污污 心境无纸水 嘭 能一百万 棒棒棒棒棒 开始跳了 这可是一百万块啊 心开始起波浪了 他崩 再加五十万 好 就会翻原则一次了 贪污一次 吓唬为兵 就干了 怎么样 这丁丁不足啊 对不对 拿事儿练你啊 说是坐在那儿什么 八方吹不动 神啥事没有 最后一劈打过江 对不对 这是苏东坡的典故 所以你不要说 没事儿怎么练你啊 就拿这些事儿 就拿一顿一顿的 难事儿练你 心还动不动 心动功夫到家 一心不乱 一心乱两 心不动 就在修行 就在修行中干事 就在干事中修行 就在入世法中修 出世法中修不止 哪里要把它 两个分开啊 所以我们要修 修自己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修了以后 刚才说 反骨出去 这要三次 刚才说 进来 出去 再出去 一次 再进来 出去 两次 再进来 出去 三次 第三次就是什么 把酒问青天 明远起司 又把酒恍心呼吸 有的人在那里 一坐半个小时过去 你在家里修就可以这样 不要去 急着初恋 那就恋了 那么前期我不主张在这儿恋 因为你们特别学佛的人 信物什么 习惯练信 不愿下去 但是这个时候性命分离 你好不愿意得一个人身 这辈子给你一个人身埋意 是什么 好修行 所以人身怎么得到的 所以一千年都微服在海底下 一千年没出来一次 然后最后出来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后木头 飘到海底 他出来的时候 木头上刚好有个孔 那个头子里面 一下子就插在那个孔上 就看到天了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巧 就这么难 所以我们人就这样得一个人 人身就这么碰巧 一千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还是才能够得一个人身有出口的时候 你不珍惜今生这个人身 还带来生再修 你保不住能否再得人身 所以说我们既然得一个人身 命中重要 命体重要 不可以轻易的不去修它 病了不去管它 我要往生西方的 等死了 早些死我就早些往生 你不一定往生不了 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命体 尖骨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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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释迦牟尼陀最后练得怎么样 全身手 你看 他有没有练 他天天在打坐 他讲完经就继续打坐 讲完经就继续修行 对不对 讲经中也修行 因为把场一开了 他就在光中 光就在人中 他就也在修行 不是光讲课 他讲课不是演的 所以我们才知道整个的二六时钟 五时钟 睡觉有睡觉工 走路有走路工 上班有上班工 你要去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 你一定 刚开始把这个命体要种植的时候 要从灵弯工怎么样 经过中丹田 然后放下来 中丹田 然后到自己的下面 到中丹田的时候 我们要把自己的新灯给点燃出来 大家一定要重新的 对这些东西有一个认识 然后把手指章去掉 很多人说我学佛了我不修道 我修道了我不观佛法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些都是你的所思章 还是那句话 谁捆着你自己 我们在西方的时候 在阿尔德斯山下面 有个五百年前的大教材 意大利 波森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 有一个很好的 它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把心扒开 里面有个心 然后周围是什么 全是那个锦细 就是那个刺牌啊 就是长满刺的那个藤条 然后把他那个心里面捆 所以我们经常紧张 你们是不是也是弄的 这个带刺的这个藤条 把自己紧张 那个刺就刺进去了 紧张 哎这个紧张 所以他能怎么办呢 他在这个心脏周围什么 用火把这个锦细烧掉 他那个图 我们都拍下这个照片 也就证明西方人在修不修行 也修行 也有秘法 只是师父之天 祖地之天传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 这是中山田 这是下山田 那么这个大家要学会一下 首先呢就是说 这个知道天门在哪里 天门就是我们的百贵穴 百贵穴在哪呢 就是两耳画一条线 然后鼻子跟后脑袋画一条线 十字交叉 十字交叉 这里就是自己的百贵穴 那么百贵穴下面呢 是自己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地方 叫贵阴穴 贵阴穴在哪呢 就是刚刚前面 还有这个什么 女的阴道 然后南的是搞完后面那个根部的那个后面 就是两个中间点 你按着有一点 硬肉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到下面是一个管道 这就是我们的中斑 那么这个上山田呢 刚才是在哪里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天堡 然后进去明堂、洞堂 这个是洞堂 所以是洞堂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中斑堂 还有上山田 那么后面这里有个反听力 待会儿念的时候 那么三次坛堂以后 这个光进来以后 要顺着中斑下来 这个在山中穴跟甲底穴的连线 有个管枪 十字交叉点 是我们的中斑堂 在这个地方要点一盏灯 你们看刚才那个图有个佛灯 所以在这打开一个莲花 然后放上一盏佛灯 放上一盏佛灯 把它点盘 然后再光下来把它点盘 点盘了以后 整个这个胸腔就亮起来了 然后亮起来以后 接着再往下走 那么这个地方 在正面是我们的神阙 神阙就是神的宫 神的门啊、门户嘛 是我们下面的原神出路的门户 那么就是我们的肚子眼说白了 后面就是我们的命门 所以这两个怎么样 也有一个管道连峰 那就是形成这个带脉中间的那个直径 那么这个跟中脉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下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从这个地方点了佛灯以后再下来 下来就变成一个红色的光球 刚好在我们的肚子眼水平线这个地方 有一个光球 注意在我们的肺阴这个地方 上面有一个前列线 女的子宫里面 升起火 升起熊熊的火焰 这个火烧这个情 烧面 这个灵 刚才说这个灵是怎么样 一定要有的火焰 它在坚固 它才能成金刚鬼怪 所以你不练 只修行 不练 以前叫修炼 今天干脆这些人不练 最后为了自己安慰自己 把练字干脆拿掉 叫修行 对吧 不叫修炼 所以你不练 你这个金刚生成不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那个黄金的矿里 你要把那个矿烧化的金子才能练出来 所以你的金刚不怪之区 你怎么不练这个程度呢 所以灵子一定是带火的 所以我们一定把自己这参光放到这儿 然后烧它 照到将来的时候 它会往上走 它会往上走 最后要破网出去 这就是练的它 它出去的以后就练了 你就往生 你爬过来 你没有它 你就是一团气 神不知道谁往生收 最后我走 哪个走啊 你看这个要往地域那儿去了 那个要上天上去了 这个又要看着尸体不肯走了 那谁走了 那不行 那胎光带着爽就走了 他俩先走了 回来就把他带回去 他们就出学了 对不对 所以是藏匿修佛法 哄马尼巴尼哄 出学 你们学的我会没教到这儿 对不对 哄马尼巴尼哄 我要你哄到这儿先 前面不可以上去 哄啊 为什么 你现在还是一团臭气 还没成光呢 还没把这个灵练好了 你出去的话 你风就散掉了 很可惜 最后 顶多得一个什么 夺胎 再把人的胎位夺了 自己进去 在物体再重新出来 所以这个不好 我们不要轻易地修透 但是后来会教你们 前面一定要按次第走 今天呢 你们是听西方号 跟西方号音调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会干啥呢 首先要把你的灵 按下去烧的 烧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啊 我今天开始讲 今天有关于的 烧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 这个火烧了以后 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管子 管子是 我们的胸脚 我们知道在哪里的 有个穷隆 所以穷隆之上 是我们的天 我们要往上西方 一定要超过什么 天界 所以你这个管子 一定从穷隆这个 中脉这个地方伸上来 这个管子就是什么 荷花在等 懂不懂 荷花 莲花 莲花不是有一个对着 这个管子上面 涨棉台 涨花台吗 所以你这个 到了胸脚膜 这个地方 就张一个莲花 打开一个莲花 叫地语金莲 涌上来了 涌上来了以后 在这个莲花 又把心肝 体身肺 藏的光给你 再照在五个位置上 就是我们叫四叶古莲 四叶古莲 就是说 一片是绿色的 一片是白色的 一片是红色的 那一片是什么色 紫色的 中间的那个莲台是什么 黄色的 这金木学过头 是不是又强了 又强了 然后用自己的心肝 体身肺的光 你们前面没经过一段时间 在练你的血缘 你就要想的是气 放气进去 把你的气血放到里面 练死的莲花 把这个莲花修成以后 这个时候 莲花中间 把那个妄子法轮 待会拿到妄子法轮 放到上面 它就转 转的时候 天地的能量就往里 那个法轮中间 那个石子雕 它点上去 中间会出来一个光头 那就是莲花蕾 莲花蕾 莲花蕾的话 不要破它先 不要破它 待会儿念的时候 到成熟的时候 我会给你帮你打开它 打开里面 会出来什么 让它 你们看 会出来什么东西 自己看 不要着相 但是要观相 观 自在不在 要观它 要观照它 把它显现出来 所以说 偶在哪里 偶在 男的在前列腺的地方 三接偶 偶知道吧 你们吃的莲偶 三接莲偶 是活的 不要想炒熟的偶 偶 摘在自己的莲花池里面 男的前列腺 是不是水的地方 女的这个蓝毫在哪里 在子宫里面 那么就在子宫里面 一个偶 偶的话 上面一个垫 顺着什么 中蓝毫上来 穿过自己的穹楼 上面一个莲花 所以是在这个中蓝田的地方 陪自己自行脱下 把自己的零化中自行脱下 那么最后收的时候 要把这个莲花 合了以后 收到下山田的火里面去 温养它 不可以放在这 每次练的时候 拿摩阿弥陀佛上来 拿摩阿弥陀佛凝聚 凝聚以后 最后把荷花打开 打开最后要包裹 包裹收的时候降下去 降到这个下山田的这个地方 变成一个什么 托八点 托八嘛 这样子 然后变成一个光 怎么样 底下的火又在这里 烧 烧面 烧面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 要教给大家的 往生西方的秘法就是 今天就给你们赔一个什么 给阿弥陀佛凝聚出来 所以大家要跟隆 一步步的 不要用脑 张老师能行吗 你就用脑了 你不用脑 你就是踹一下 踹一下 看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你们是 行它就出来了 就是 不行不行咱以后再来嘛 对不对 那就证明你的很多东西 还原不具足 人不具足 这个呢 待会儿我们这样练 待会儿这个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后面练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带 我怎么想观想 观想观想 去把它裂粉 实际上我们的实相念头 观想念头 观想念头 持命念头 要怎么四位一体 不肯分开 为什么要把它分开 你持命的时候 你不观想 你不观想 你不实相 就用你什么 撒烂了 对不对 你如果观想 观想 实相 进去光海中 一片光明还在哪 南马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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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片光明中念头 你就进入实相而已 对不对 为什么要分开 不要分开 你不得法 这个时候值得的一个观想法 那个得了一个观想法 那个得了一个持命法 你找三个师父 你才能学 还不懂实相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实相不了 不能光起来 所以一定要光 一定要光 那么为什么要光 你既然这一生 开始走向这个修炼的路 你不成功就很可惜 你说你不找法 你不懂就要修炼 其实如果过一生你就算了 既然你懂 你为什么不去成功 既然你盖了 为什么把它盖成功 为什么盖瓣瓣瓣瓣 搞个瓣瓣瓣瓣 搞个瓣瓣瓣瓣 那么我们可以 一定要有自信心 自强互吸 这是基因科学 这是我们今天的基因科学 完全佛经上没有讲的东西 大家说 我不要听 没有听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佛经怎么讲的 跟它一起 合在一起 整个的这个是基因类 叫DNA 它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 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一个细胞 细胞里面是细胞盒 细胞盒里面是蓝色体 你看蓝色体 是中国的咬字的交叉 八卦的咬 是不是就是交叉 古人很厉害 大家不要小瞧咱 但是它不叫你了 不叫你了 就在色气 它叫你咬 对吧 阴阳要交在一起 那么这个基因呢 这个蓝色体里面是什么 把这里面展开来 它是用高辈的这个 显微镜看的里面 不是今天的不乱想的 它是已经到了这个层次 所以最后看出来 它里面是两个链条 搅着的两个链条 就比麻花一样的两个链条 这两个链条还挺奇怪的 一个链条是怎么样 向这个方向走的 那个链条就是一个逆的过程 它俩是一学怎么样 成了一个绿麻花造